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睇海外赛事公诺 星期六,大家看完英皇錦标之后 这个星期,英国赛事多得很重要 因为当地会进入光明股活赛期 一连三个赛马日都有赛事安排预阳转播 第一天的赛事就是我们今晚要讲的赛事 就是鼓活杯赛马的赛事 主题赛事鼓活杯大长套赛 鼓活马场除了英国比较最漂亮的马场 也是全球最漂亮的马场 所以看马之外 临场的画面也要看一些场景 当然鼓活杯吸引的参赛马都是熟口熟面 大家知道亚士高金杯有些都见过 两里马、两里或以上马的大会集 大家都数得出名 不过在谈这场赛事之前 也看了第一晚鼓活杯赛马八场赛事 因为播多一场 第一晚播多一场八场赛事 主题赛事鼓活杯3209 安排在第四场 10点35分开跑 另外有很多二级赛 葡萄酒錦标 第二场两水马二级赛 另外第三场的全球会合彩池 李洛斯锦也是二级赛 两场得1409米 一路数下去 两岁马赛也挺多参赛马 第六场 另外去到尾场 全球会合彩池 千马让赛 51200米 鼓活马场 刚才说最漂亮的马场 赛道都挺特别的 都很少见这类型的马场 究竟鼓活马场是3200米 究竟是怎么跑的呢 马仕谷三角形 最后要上车 鼓活马场相对平坦一点 有八字形 实际它叫32009米 它要这样拐 它有一个小三角 这个八字的顶 有点上斜 接着会测回来 直路就很长 鼓活马场的直路 接近1000米 一公里直路 三彩马只有9匹 大家都熟悉了 袁岳熙曾经赢过四届的鼓活杯 今次勇艾笑蜡汁姜 另外 上次亚士谷金杯冠军 姚士达人继续配莫雅 还有一批真章 今次应该会跑的 导远欣策旗 都是老拍档 除了这三强之外 这一批应声移出上界亚军 好胜区最近都当打 这些都值得留意 看这些赛事 这么长途赛 大家可能都有几场赛事 一定记得 要参考 其中一项 肯定是王家瓦士谷赛旗的瓦士谷金杯 因为那一行跑了四千米 而且 级数也去到一级 和鼓活杯也是一级赛 那一场赛事 姚舍达人 素姨公主 和盐岳契全部都有份跑 大家都记得盐岳契就是这样 这场赛事令到 高士登和戴图里 比刘不快 结果就输了 当然你说是否真的赢了 那里不阻 是否赢了 姚舍达人 也未必 因为你可以看到 雅舍谷的赛道 其实他就算受阻要转向那里 距离中点都多远 很长直路 你连幻升也未过得到 对了 给你足机会了 他有追的 但是追到来这一步 大家看看 他转弱的 所以说姚舍达人 其实上次都是难度的 你坐前也说了 到底上来接近4000米 可否应付到 因为不知道 之前还没跑过 但是他可以 相对于今次 缩回来3200米 可能还对他 照计算还正 2800那些他起家的 4000都证实了 而且这些始终是 常常都说 古摩亚阵营的马 2400、2800的马 当他发现是可以 4000都搞得点的时候 这样就很厉害了 一直维持下去的 究竟 近5届 雅士谷金杯的马 他们那些三格马 再去跑古学杯的成绩是怎样 其实都挺厉害的 上届没有的 因为全部推出了 那些三格马 但是看回之前 2020年 延乐器、风雨露那些 再跑古学杯也好 19年也是 前度男友都第二 延乐器一直都赢 2018年 粉丝团跑了3雅士谷金杯 然后跑古学杯 都跑了第二 巨产也是 赢完之后再出都跑了第二 所以其实 亚士谷金杯的战线 对古学杯都差不多直接影响了 如果亚士谷金杯跑得好的话 基本上很大可能 去到古学杯都是跑得好 其实没有什么选择 赛程大长途马跑完 亚士谷金杯 那当然是古学杯 而且赛程分格方面也刚好 亚士谷金杯是6月中 到7月底就古学杯 5个星期以上 对披长途马来说就对好 所以很多时候的赛职可以直接引证 好 延乐器刚才说过 亚士谷金杯 他就跑输 输给姚舌达人 之后就骂不快 骂不快到怎样呢 换了骑士他 换了给艾绍礼 现在大家就会觉得 是不是陌生配搭来呢 但我相信 他不善王的朋友 应该记得 这是老配搭 其实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当年 亚士谷好地地又被人换走了 是的 因为他三次跑 你马都没输过 两次还有两格古学杯 是的 所以配搭方面 不用太担心 现在你怀疑马的年纪 战斗能力退化而已 是的 不过就是这样 刚才我们看过 在亚士谷金杯那场赛事 是不是真的赢得呢 我自己就有点疑问 我觉得就 不知道 我觉得难一点 因为我喜欢姚思大人 我觉得追不到 但是可能 联马斯和马珠不是这么看的 是的 不如听一下 联马斯高士丹的访问 看看他怎样说弦乐器 他很精确 他像一样的乓球 他知道如何赢得赢点 而是以赢押打 有几次的乓球 这些乓球都很轻易 有时候你不得到 你不得到 你不得到 在硬度的状态 这些乓球 但他也有 很高兴的乓球 上樓龟虎那晚跑得很差 究竟什么事 好像最近道气不是很强 但会不会艾绍丽道气答够 因为原来艾绍丽在估辈 起码骑岸戏比较过两届 而且其他码成绩都不太差 没有沿岸戏的时候 风雨露都不错 都从前面回来 所以今次再跑回 尽量做 能不能够赢5届 其实4届都很难 如果赢5届即是奇蹟 大家记住 艾绍丽是奇蹟的弦乐器三次 暂时都未输过 全升 这次是女王瓶 另一次 瑞拳就回到她的手 看看能不能做出好戏 就算他真的交到自己十足十 除了姚舍达人之外 其实也还有对手 其中一匹马 每次都令我们赛前很头痛 我推不推介好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上不上阵 那一匹是真章 听说今次就算天情地快也好 照跑 上阶是古会杯冠军 因为元乐器推出 他就跑赢了 跟着阿兽金杯 他今年不跑 跑了这一场 洛芬白蓝 这一场备到148磅 整个备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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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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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場你數一數,數下去都沒有了 我想到其他的對手又用了力地說能拼得過 當然,你看去年那個進程,他鼓活杯之後都沒有輸過 他已經打低了這個完樂器,成為歐洲馬壇大長途一傘 就是一哥來的,人一傘,馬一哥 但你經常躲來躲去,我覺得都不是辦法 無論如何都要撐下 這場是他衛免戰來的,放手一搏,衛免 而其他的對手,你說很強嗎?都不像 看來有些上來,其中一匹就是號勝區 我們在皇家亞士谷賽期見過他的 他都幾銳,近期都跑了,近四場就兩邊兩邊 亞士谷錦標在沙原跑這場 舊名伊莎錦標,現在叫馬拉松,當地的賽事 但他贏了整個馬位 是,十個馬位就十個馬位 大家留意馬自己本身的姿態 以及對手是什麼馬 不過你看他的跑姿,他真的適合很大長途 三四千米的那些,在前面 一蹲一蹲一蹲,有十個馬位 你說能力、質素,當然要嚴正 但吃著銳細,跑法上他可以主動一點 或者他跟著居中馬群都可以 幾彈性 因為贏亞士谷錦標那場 就在內蘭首好位,手足全程 入到直路,醒目 當時一轉轉出去外檔,夏超勝被他贏了 不過始終要計,亞士谷錦標跟亞士谷錦杯 賽事級數相差多遠 這一點真的要留意 不過這匹馬,正如阿佳所說 他近期就很健康 看能否去跑個健康可以挑戰到強手 另外還有一條戰線 就是亨利二世錦標 那場是三級賽,沙幽圓 幾匹馬有份跑 童子偵探,雷響徹天,強敵 童子偵探跑得比較好 但這幾隻對剛才我們數出來的 好像都是退後幾個名次 在一起跑的時候 因為那隻同志偵探 之後跑到亞歷山卓皇后 那是尾尾 所以要引證多一點 雷響徹天這場之後 跑了一場賽事 立體就跑第三 三匹馬跑 所以好像排隊慢慢排等級 這條戰線好像真的排不到很前 看看會不會 你們同志偵探就憑個好一點的狀態 跑得好一點 戰線給大家看了 大家可以自行分辨一下 片段就是這麼多 馬亦都是這幾匹 如果真的選一匹首選的話 哪一匹呢 我想搖士大人大家都應該喜歡 這匹馬 因為他不用想什麼場地 你快地淋地都有根據 再者我覺得上次 為何好像最後衝來差一點 是一個長力 即是他未試過跑到那麼長途 今次跑回古活馬場 縮回路程 應該會更加好跑 至於如果再選一匹的話 我選真章先 我始終都覺得 雖然快地 肝快地你當然要猜 經常都不跑 不知為什麼 但體力上 他肯定沒有賤給你 你們個個都跑了 他都未跑 在等而已 還有就算真的說 大家雙途體力的話 真章贏過你言樂器 所以如果單一匹先選的話 我相信真章應該比言樂器 留意鼓活杯賽馬的賽事 全晚播八場賽事 頭場賽事 那些跑時間八點五十分就開始 就跑晚一點 跑到十一點 八場賽事 今集節目談完之後 接著立刻就約定大家 因為明晚談第二場賽事 談薩塞克斯錦標 那批明星又來了 醒千里 強勢軍臨天下式地降臨 看看哪些對手的挑戰一下他 我們今晚節目時間到了 明晚同樣時間 約定大家談薩塞克斯錦標